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靠子女 不去养老院 高僧给出惊天答案 一起来听 世人都会老 因此 晚年的生活成为每个人最在意的一点 其实 晚年根本不用靠子女 不用去养老院 那晚年什么样的养老生活最好呢 高僧竟给出这个惊人答案 每一个人都会进入老年状态 所以 养老是最关键的问题 不然的话 我们进入老年状态之后没有依靠 人生会过得非常痛苦 这就是说 如果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充分的准备的话 后面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 养老就是尽人事知天命 做到下面这几条 开心过好每一天 其余不要多想 没有一点用 一 健康的身体 晚年就要坚持适当锻炼身体 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保持健康 晚年多说无意 拥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既需要为此借除有损健康的恶习 又需要注重合理的饮食 以及正常的休息 如若不然 就会让自己遭罪 让儿女一并跟着吃苦 以及跟着受累 自己想当初不计后果 糟蹋以及坐践自己的身体 不是对自己懈怠 就是对自己放纵 到头来会损人不利己 人生到了下半场 就需要强化身体的重要性 伴随年龄越来越大 越是在比拼身体的好坏 不是比谁多有钱 而是比谁活得时间长 谁的生存质量高 如若你能够在一把年纪 在吃喝拉撒睡方面 能够应对自如 你即使没有直接为儿女出多大力 你也间接为儿女减轻了负担 二 年轻的心态 首先就是好好地照顾自己 要说哪种方式养老靠谱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靠我们自己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 很多事情当你看起来很简单 实际上还是比较复杂的 如果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技巧 就轻易地把自己交给别人 你的一生都会很痛苦 养老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在很多时候只能靠自己 千万不要轻易地把自己交出去 你的财富 你的身体健康 你的各个方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考虑到这些 你后面就算是再有钱也没有用 我们的生活当中 本身就是只能靠自己 进入老年之后也就是如此 所以不要轻易地去做不该做的事情 一定要考虑好 有些事情是必须有后果和结果的 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些 就会给你自己带来深深的伤害 人生活着的意义 只要是看你自己怎么去想的 一个心态好的人 哪怕七老八十了 他都觉得自己活的时间不够用的 但这也只能看自己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毕竟每一个人看待自己的人生都是不同的 不可以一概而论 三 有能合理支配的钱财 钱要合理支配 年纪越大 越会意识到钱的不可或缺 以及无可替代 没有钱 就会让你晚年的养老水平大打折扣 人到老了 有钱仅仅是一个前提 能够把拥有的钱用好 才能让晚年和和美美 有很多老人 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省吃俭用 以至于省吃俭用过了头 居然自己给自己都舍不得花钱 即使是应该花的钱 也会能省就省 为了攒钱 就费尽心思结衣缩食 虽然有很多钱 但是晚年照样过得凄苦 原本能够用钱消除的隐患 或者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 无不是愈演愈烈 不是人还活着 钱就没了 就是人已经去世了 钱还几乎是原封不动 钱就是手段 既然是手段 也就要服务生活 不要成为钱的工具 被钱驱使 晚年既没有乐趣可言 又没有趣味可言 利用自己具备的条件 把自己晚年的生活 安排得尽善尽美 无论你的老伴 老窝还是老本 都是重要的条件 儿女只不过是条件之一 老伴要多加珍惜 以及多加包容 所生无几的余生 过去一天就意味着少了一天 老窝你要始终留着 老窝就是你的退路 有老窝在 你就没有后顾之忧 老本充其量 让儿女知道存取款密码 卡以及钱 要握在自己的手中 以备不时之需要 跟儿女保持适当的距离 能帮就帮 帮不上忙 就预备着相互照应 把儿女维护好就行 总之 不要把养老的所有鸡蛋 都放在儿女 这一个篮子里面 当我们进入老年之后 还有些人 只会一味地存钱 其实存钱 并不能够解决 所有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 必须保证 夫妻之间恩爱 和老伴之间和好如初 只有做到这样 才能够好好地度过将来的余生 养老最可靠的方式 就是夫妻之间恩爱 有一个老伴 其实家庭不管贫穷与富贵 只要我们能够 好好地相处下去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能够做到互相宽容 互相理解 因为进入老年之后 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 如果我们不能够 好好地珍惜 眼前的生活 老年就会不好过 养老最靠谱的方式 就是自己家庭幸福 也就是和老伴在一起 这样的养老方式 才最靠谱 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个地方都不靠谱 只有夫妻之间 在自己家里 才是最好的 如果别人帮忙照顾你 其实都不会心安 因为本来就没有亲情 所以不可能把你各个方面 都照顾得非常到位 养老是人生大事 不要轻易地相信别人 也不要轻易地相信任何机构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彼此和家人 才是最可靠的 因为你花钱之后 别人虽然能够对你照顾 体贴入微 都只是面子 当你的家人没有钱的时候 你不能够给别人 做贡献的时候 就不会再有人照顾你 所以自己照顾自己 才是最可靠的 高僧给出惊人答案 靠谁都比不过 到头来靠自己 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以及拥有一个好的心态 晚年才能够 有尊严地活着 有尊严地老去 佛也说 度人先度己 度己先度心 生活中 总有不如意之时 若为此一蹶不振 便是对生命最大的浪费 毕竟 有幸生于世间 是难得的福分 每一次的呼吸 都是父母用极大代价换来的 我们时不敢 为一些琐碎而苦恼不已 开开心心 过好每一天 就是最好的回报 还有 时间不会为了谁而停留 苦也是一天 乐也是一天 既然如此 还不如心平气和地 过好每一天 人活一辈子 要学会洒脱 看不开的 学会放下 得不到的 学会看淡 不为生活的琐碎而烦恼 不为生活的苦难而忧愁 人生本就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 我们都应该学会从容面对 不让任何事情影响自己的心境 当一个人学会度心 做到得失不济 宠辱不惊 去留随意时 他内心便越发强大 如此一来 修身功夫便越加深厚 生命如传 每个人都是度者 在度与被度之间轮回 我们都应该学会度人 度心 度自己 能度人便能容人 能度己 自身更强大 能度心 修养自然高深 往后 做一个物来顺应 未来不赢 当时不杂 既过不练的人 淡然且从容地活着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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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